大家好,我是小微,欢迎收看小微评车 凯迪拉克的整个品牌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 性价比非常之高 外观上看,前辆采用凯迪拉克家族钻石切割的设计风格 前里两端有棱有角,加已经盖上凸起的信条 看上去硬朗有肌肉感 其黑色的大嘴有三条粗状的金属条贯穿 最大的盾牌式logo,镶嵌于大嘴上部 看上去非常的气派 在侧身部分,腰部信条也非常的流畅 狭牙式溜背造型,加多幅式轮骨,凸显运动气息 车身尺寸方面长风高分别为5103乘以1852乘以1502毫米 轴距为2837毫米 这个数据属于台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尺寸 可以比接奥迪A6L宝马5系等车型 尾部直列式飞翼后,LED尾灯相见于车尖两侧 看上去十分有科技感 算是七颗式的后尾部造型和下端宽大的方形双排气孔 提升了整排车的动感 在内饰部分,凯迪拉克XDS的内饰设计非常的炫酷 整个内饰大多都采用黑色作为装饰色 所以显得非常的炫酷 搭载的是似服式多功能方向盘 并采用真皮材质包裹 质感是相当不错的 全系标配,Bose音响,音响效果非常的给力 在动力方面表现完全不输宝马奔驰和奥迪 FTS搭载的是200MT 火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69瓦力 以致比配的是6档手机一体运作箱 FTS可以说是现在最便宜的豪华品牌C级车 全管陆地已住26万左右 最近比奥迪A4L要实惠多了 你们觉得呢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汽车资讯 点击视频右下方 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